我就说你给我一星期时间 你也不要招呼我再想一想你的故事 然后就 就是变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乔赖 听完我 打戏其实在拍摄起来 就不太受控制 因为大家没办法做到每个位置和动作都那么精准 所以就需要拍 而且我们打戏导演特别喜欢长镜头 他把打戏拍成长镜头 就给摄影师和舞行兄弟提供了很大的压力 很多时候要碰很多很多遍 很多很多条 可能才找到一个能各方面稍微及格的那么一个镜头 但是我觉得拍到最后导演可能也没有一个 所以从头到尾都满意的部分 觉得很难 下个规避啊 规避 准备规避 好 推到这 规避 这个规避 下面 快 这边再吼一刀 下个视频 因此 我觉得刑的强确cript是同样的 然后 对 你同样的 也行 對 那個節奏你來跑 都可以的 然後最好是拔刀出來的時候 現在就很快收嘛 拔刀出來一點點 因為我們後期還有那條雪柱的出來嘛 對對對 對 對 比方就是那個 可以了嗎 跟我們門都準備好了嗎 好了嗎 可以了 站起來 預備 一 二 二 出獲獎吧 出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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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刀其实我不太会 刀接触点少 也不太会 之前聊到打戏 因为我之前我一直说 我会柔树啊什么的 我很擅长地面积 我很擅长摔柔部分 如果你让我做一些爆摔啊 过程摔柔 我很容易 但是让我拿刀砍 我就觉得有些不是那么顺手 但是最后在重庆游戏厅里打戏里 我还是加了一个摔的动作 实在忍不住摔它一下 好可以可以 就这样 缓冲啊 如果不用纸盒 用什么 用气垫 是吧 打别钱 那个位置你不好放啊 不好放啊 现在空间有限嘛 那个气垫很大 一二走 一二走 感觉怎么样 坚持 太多太多 这不是大动漫 应该没有这么多绝食 你弹一下 你弹一下这个 等一下 不是你这个是这个 不是我的是这个 一二三弹 对 好 厉害 你抓住这个时间 来 这个不错 没有气来 打气 好 等一下 是这个 你得跟他一起说 来 再 亮亮 等一下 我去找 一二看 热啊 对 这边对 你得注意 热啊 对 是这边的问题 我吃不了,老师,我顶一下 塞几口 不塞了,也不懂 一会儿一会儿接完了 要么这个东西我是怕痛快 一会儿弄完又不一样 本来一个戏都是一点一点点赞 这一点不一样,那块又不一样 现在身上已经完全没有 觉得自己是保护的 前面全是血,一洞的衣服全粘得上了 特别黏,真感人是挺的 腿软 腰的心 还是上了年纪的重点 我们的符号 是 适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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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本吧 它有一种恍惚感 它那个恍惚感 那个劲儿是 之前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剧本 我觉得特别喜欢这个剧本 来 开机 246一次 来 直接再来 来 接着来 我们进了吗 进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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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冰块的 对 你再塑造出了这么小 其实是已经累到灵魂深处了 我现在手上都是疤 然后我脑袋那天是被撞了石头上 你们都 我都没说 我那个锐指看见了 那么大一个包 我 没做过 阿 你 来 你 来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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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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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停,来,速度再来 我看,我看,我看 可能我认为的帅就是那样有质感的 我们俩是穿着那么厚的衣服 全都湿透了以后 然后沾上泥巴的那种质感 就像油画一样的 然后在鱼水里 我警觉为什么渴暗 它应该算是现在特别红的一个 你这样躺着下那个鱼是特别难受的 耳朵里边会进水 而且我全都在里面知道 我耳朵是听不见的这只耳朵 就是会进水 然后你鼻子喘息的话 它会进去 你要站在这里,站在这里 全往这里边进 那天拍园林的雨戏 地上一个积水 大概至少有个十几厘米的积水 那么一个泥坑吧 然后我就躺在里面 躺了一晚上差不多 身上特别的痒 我觉得那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是有什么化学物质 就是感到我身上特别的痒 回去抓了一晚上 走开 脱脱脱脱脱脱 嘿 嘿 嘿 哇 我靠 干了这一杯 什么 好 来来来 给个机会 标准的东西 哈哈哈 然后拍完了我想 哎呦拍完了拍完了 再也不用这么脏了 转天又拍了一场挖坑埋自己的戏 这边是什么样子 好 行 二次 哎呀 我怎么会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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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有点,有点有个性 好,好 好,好,好,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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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最后一个镜头 我挖了一个坑,然后自己倒在里面 然后我就死在那个坑里面 导演的想法是让我想到一些美好 想到李麦出现在我眼前 脸上露出一种比较美好,比较幸福的笑容 这是导演的想法 但是当时在导演没提出这个想法之前 我自己躺到那个坑里 再加上我之前拍的这些戏下来 我刚是觉得可能那个状态更像是一个 更像是命运对自己这种嘲讽 又下雨,又是泥坑 又是里面全是积水 而且那天更过分的是 我认为一定是有粪便在里面 我穿着靴子在地上踩来踩去满脚的泥 泥已经到小腿了 我正好上车或者换衣服 因为特别的恶臭 我就在找这个臭味的来源 后来发现是我的鞋底 然后我又想到一会儿躺在这台泥里 不光躺在泥里,还把头放在那里面 好热心 你又不去 这台泥里 我还把这台泥里 看不看他拍啥就到了,面固要走啊 来,这个飞机可以啊 来,下雨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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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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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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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我不辛苦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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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呀 好累了 啊 我要给你炒个五八 哈哈 那个玩家 谁在死灰狂的街淀 懈着缠终 谁在外团的眼镜下 不知 Given 谁在起伤的真话 快离开去的梦 谁在心瓦削的泛景 太可惜了 你自己自己选一件事 选一条路 然后选一个方向 但是这条路就是到你后悔那天 你也不甘心后悔的就好了 你也别管对错了 因为对错太难判断了 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 我没办法判断你十年之后 你的路是不是正确 所以只能当下 如果你有这个信心 有这个心气 有这个能量 去把你选择的这个方向 一股脑的跑到顶 那就没错了